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凉 今天我们要从诗篇39篇第四节 我们来分享神的话 耶和华呀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 我的瘦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这为什么总是吵不停 正是一些没有教养的东西 这句话是一个石头 躺在田野 在里面议论这个雨 下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看样子 大家都喜欢雨 你们看吧 好像在等待什么贵宾似的 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好事 总共不过下了这么两三个小时的小雨 可以来问问我呀 我已经在这儿躺了千百年了 一直千功安静 但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一声谢谢 这就是莫怪有人要咒骂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我看不到什么公正 住口 这个时候蚯蚓就对他说了 这是一场雨 不论他时间下得这么的短 他还是充分的灌饱了这一块 由于干旱而变得法利的这个土地 他也使庄稼人重新有了希望 可是你在田里只是一个没有用的负担 朋友们 小雨 石头 还有蚯蚓的对话 给我们一些些的默想的空间 第一个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活了千百年 而是在于此时此刻 即使是那一刹那而已 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是好的 第二个 莫容时光飞逝 当恳切地把握时机 生命只有一次 只活一次 此生神圣时光 短处异时 日日勤作圣工 带来家国不足 第三个 那就是真正生命的延长 乃是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 不浪费光阴 把每个小时 都用在最高的目的上面 朋友们 若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短处 求主教导我们 如何将这个短暂的人生 化为各样永恒的福分 因此 今天上帝的话 对我们说 耶和华 求你叫我晓得 我终身之中 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 我们在里面的日量 愿神圣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欢迎订阅我的生命不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